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阿波羅網報導 鄧小平去世26週年 官媒靜悄悄 推特網友熱議 綜合報導 王毅慕尼黑講話企圖分裂美歐 反遭嘲諷 席弱無統美國會怎樣 記者爆料拜登貼身顧問說法 美加終止搜尋被擊落的三個不明物體殘骸 言論出閣 印度外長批評索羅斯很危險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副頻道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2月19日 星期天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鄧小平去世26週年 官媒靜悄悄 推特網友熱議 阿波羅網記者秦瑞報導 2月19日是鄧小平去世26週年 然而在中共各大喉舌上幾乎找不到相關信息 記者查看後發現 中共 新華網 人民網 中國軍網上並沒有相關文章 只是在微博上有幾家官媒發表鄧小平生前幾句話表示紀念 在推特上 許多網友結合當下對鄧小平進行討論 大陸著名維權律師普志強在推特發文 他說:「2月19日 鄧小平即日 改革開放 一國兩制思想基本原則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他的政治遺產哪些被繼承了 哪些在發揚光大 對今天的中國 它會意外嗎?」 網友們對此的評論幾乎可以說是一邊倒 一位網友說:「改革開放不是他搞的 充其量是個支持者 八九屠城 則是十足的櫃子手 縱容他家人貪腐 不是貪官 還有人說:「這些都是權益之計 不忘初心才是精髓!」 一位表示:「他才不會意外 今日的一切都是他埋下的種子 他的主旨就是維持共產黨的領導 經濟的部分自由化是逼不得已 是世界推著中國在前進!」 另一位也說 他做的所謂改革就是為邪惡的共產黨續命 為這個獨裁制度續命 其他網友說 四項基本原則鋪好了今日大倒車的方便之路 歸根到底 一切都是為了確保紅色江山永不變色 自始至終到了現在直到永遠 對於有人將鄧小平稱之為一代偉人 網紅公子審說:「櫃子手永遠都不能是一代偉人 改革開放是黨國走投無路才施捨給人民一點有限的自由 最大功勞是外國資本和血汗奴工 穩定壓倒一切 鄧今天活著也會覺得習取消任期制很有必要 就像當年坦克上街很有必要一樣 有網友表示 鄧拒絕否定毛澤東 拒絕中國民主化 軟禁主張民主改革的趙紫陽 扶持強硬派江澤民上臺 試圖通過摸石頭過河 找到一條又能發展經濟 又能維持共產黨獨裁統治地位的道路 今天的一切證明了鄧小平的道路根本行不通 王毅 慕尼黑講話企圖分裂美歐 反遭嘲諷 週六 王毅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宣布 習近平主席將很快提出一項和平提議 以解決俄烏衡衝突 他明確敦促歐洲朋友加入進來 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稱 王的話被廣泛解釋為是暗指美國 中共此前曾指責美國因為沒有響應俄羅斯的安全擔憂而導致了這場戰爭 歐洲議會議員說 只有天真的人才會上王毅的檔 獨立外交政策分析人士斯貝克在推特上針對王毅的這一言論說 王打出了反美牌 同時又強調歐洲的戰略自主權 中國發現了一個分化和征服的機會 德國綠黨重量級官員兼歐洲議會中國事務代表團團長鮑瑞翰 回應斯貝克的推文說 的確 王毅在向歐洲人示好的同時 極力想侮辱美國 這很明顯 只有完全天真的人或尋找任何藉口向中共獻媚的人才會上當 王毅在講話中還向歐洲喊話說 如果歐洲選擇對話與合作 陣營對立就不會形成 中國問題分析人士薩里阿霍‧哈佛倫說 整個演講都是對美國的直接或隱晦的攻擊 同時試圖通過上述類似的影射將歐洲爭取到北京一邊 哈佛倫說 王毅實際上就是在愚弄自己 而且可以預見的是 西方普遍懷疑中共所謂的和平理念將與歐洲的理念一致 慕尼黑的許多人對即將到來的中國和平計畫表示警惕 習若無統 美國會怎樣?記者爆料拜登貼身顧問說法 根據德國之聲中文網報導 德國電視二臺政治脫口秀節目《馬庫斯蘭茲》 15日邀請德國電視二臺駐美國駐華府記者特維森 和習近平《全世界最有權勢的人》一書作者加傑斯 就美中兩國的未來與前景進行討論 特維森提到 美國在烏克蘭戰爭中的作用 也應該放到美中兩國競爭的大背景下觀察 他表示 如果不阻止俄羅斯總統普京肆無忌憚地侵佔他國領土 中共就會覺得他也有能力征服臺灣 而且西方軟弱無力阻止 加傑森則說 臺灣問題之所以變得十分迫切 是因為習近平給自己施加了時間壓力 因為他承諾會在他的任期內把臺灣病入中國 主持人蘭茲提問 您覺得中共敢於冒對臺灣動武的風險嗎 特維森回答 據他從美國總統拜登貼身顧問那裡獲得的消息 美國會做出堅決回應 與烏克蘭衝突不同 如果中共對臺灣動武 美國會採取直接的軍事干預 加傑森表示 就目前而言 中共對臺灣動武的可能性不大 並且認為 習近平的新政對中國本身來說尤為危險 美加終止搜索被擊落的三個不明物體殘骸 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臺報導 美國和加拿大週五宣布 對本月早些時候被擊落的三個不明飛行物的搜索任務現已結束 沒有發現任何碎片 這些搜索涉及空中圖像和傳感器 表面傳感器和檢查 以及地下掃描 美國還取消了這兩個地點的空中和海上安全警戒線 美國和加拿大官員都表示 受天氣條件影響 如海濱不穩定和降雪 給對這三個被擊落的不明物體的殘骸搜索帶來了困難 言論出格 印度外長批評索羅斯很危險 在莫尼黑安全會議之前的一次演講中 索羅斯點名批評印度總理莫迪 表示印度是個民主國家 但總理莫迪並不是民主人士 他還預測 近來印度總理莫迪的盟友印度大亨哈達尼陷入困境 將弱化莫迪的地位 為印度的民主振興鋪路 德國之聲2月18日引述路透社等報導稱 印度外交部長蘇傑生在悉尼的一次會議上表示 我們必須就民主進行辯論和對話 包括誰的價值觀定義了民主 他認為 索羅斯是一個富有的老人 他有主見也很危險 因為這些人 這些觀點和這些組織 實際上是從投資者的角度看待問題 蘇傑生還補充說 印度的選民決定國家如何運作 我們感到擔憂 我們是經歷過殖民主義的國家 我們知道外部干預的危險 本次澳大利亞之行 他還在早些時候 會見了澳大利亞總理安東尼‧阿爾巴尼斯 澳大利亞正在尋求增加與印度的貿易 以減少對中共的依賴 十二, resemble錦泛 正, 還佛都有 partie所提升的 covered inic雨